只是單純 真的很單純的去做個抹片 醫生要跟我做這個切除手術之前 你不用跟我討論 畢竟我是當事者 35歲張小姐控訴 做子宮頸抹片檢查 怎麼會變成子宮頸切除手術 回想上個月 原本因為月經不順求助醫師 順便做抹片檢查 復診時醫師這麼說 這個指數太高了 你這個什麼都不用再問我 你這個要馬上做手術 他一直跟我說 這只是很單純的 門診切片檢查手術 我今天如果知道 你是給我做切除術 我不會傻傻的還去上班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的工作 現在是真的要搬重物 患者指控訴前訴後都不知情 還持續上班搬重物 傷口發言不是找醫師問清楚 才驚覺部分子宮頸被切除了 了解才會簽署這個同意書 所以他手術同意書也簽了 遭指控醫師解釋 投訴者一開始做的抹片檢查 的確不需要麻醉 不過檢查結果是癌前病變 才會通知回診 做子宮頸椎狀切除手術 就得全身麻醉 因為要切除子宮頸病灶 切除過程同時治療 數前都有向病患清楚解釋 這說法讓張小姐無法接受 然後醫生跟我說這個其實本來就不是麻醉 這只是打一針讓你睡著 麻醉同意書那一天確實在行政上面 是把他漏簽了 針對麻醉這一點 醫師指口頭告知病患 會打一針會睡著 有給病患簽手術同意書 卻沒有簽署全身麻醉同意書 坦承有所舒適 但也強調簽署同意書是行政上的舒適 醫療行為上沒有問題 一切依照程序治療 願意接受相關單位審查 院方病患 雙方之間終究各說各話 記者季博士張春華 來不香屏東高雄採訪報導